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 这个缘可不是缘分的缘 而是明缘的缘 我感觉 这佛们寺院也不愿意跟他们扯上什么关系 他们就是以朝经 拜佛 品茶为生活方式 同时拥有美貌和财富的新明缘 不过 这些新明缘嘴里是佛经 心里却是深意经 看似清新高雅 实则是在炫富的基础上 融入了素食 品茶等佛家元素 那走的呢 还是借助人设出圈 利用流量赚钱的老路 那如此大跌眼镜的行径啊 有的网友直呼 佛祖放下的这些佛源呢 全都捡起来了 如果说网红的镜头是佛源啊 那佛源的镜头呢 就是带货 佛源的人设打造的差不多了 就会现出原形 凭借着我不差钱 只为与你结缘的精湛演技 开始割韭菜带货 那一件平时几十块的手链呢 都被他们卖到了成百三千块 其实啊 大家对网红的套路呢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选错了地点 在佛源的寺院里面的搔手弄姿呢 是破坏了宗教场所的严肃气氛 而宗教的名义骗流量赚快钱 更是涉嫌违规 在这里啊 小心劝各位佛源 流量无边回头是岸 停止闹剧 还佛驾一个清净吧 那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佛源本就与佛无缘 更不会与你结缘